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沙特阿拉伯将强制执行将地区总部签至利亚德的截止日期 银行业绩凸显利率上升带来的提振 随着乌克兰和以色列的问题逐渐浮现 澳大利亚总理抵达华盛顿与拜登会面 中国批准世界上第一辆飞行出租车 美国盟友哥伦比亚转向中国 请大家收看 沙特阿拉伯将强制执行将地区总部签至利亚德的截止日期 雅虎 根据沙特阿拉伯的财政部长表示 沙特阿拉伯将执行2024年1月的最后期限 要求国际公司在获得政府合同之前必须在利亚德设立地区总部 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沙特阿拉伯今年早些时候宣布 将停止与地区总部不在该国的公司签订合同 以期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并实现经济多元化 多年来 外国公司一直将阿联酋作为其在该地区运营的跳板 包括在沙特阿拉伯 银行业绩凸显利率上升带来的提振 金融时报 德意志银行 桑坦德银行和联合信贷银行是报告强劲第三季度业绩的欧洲银行之一 这要归功于利率上升带来的利润增加 德意志银行表示 预计今年将实现7年来最高的年度收入 并计划在未来两年增加股息和股份回购 桑坦德银行的净利润增长了20% 达到29亿欧元34亿美元 而联合信贷银行的净利润增长了36% 达到23亿欧元 然而 人们对西班牙对银行和能源公司征收的暴利税表示担忧 左翼联盟领导人约兰达·迪亚兹表示 他将推动将该税延长作为支持西班牙现任总理佩德罗 桑切斯的社会党的谈判的一部分 在意大利 联合信贷银行将为2024年设立11亿欧元的不可分配储备 而不是支付一次性税款 与此同时 老爱德银行报告了第三季度税前利润19亿英镑26亿美元 但警告称利率上升的一些好处开始减弱 巴克兰银行的利润下降了16%至13亿英镑 并表示实质性的成本削减即将到来 随着乌克兰和以色列的问题逐渐浮现 澳大利亚总理抵达华盛顿与拜登会面 雅虎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班尼斯已抵达白宫 与美国总统乔拜登进行双边会晤 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网络安全和新成立的关键矿物任务组 该任务组是今年早些时候两国共同发起的合作项目 此次会晤是在阿尔班尼斯下个月访问中国之前举行的 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美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会议通常会讨论中国和地区安全问题 中国批准世界上第一辆飞行出租车 经济学人 中国民航局已经为Ehan的EH-216S颁发了型号证书 这是世界上第一架电动垂直起降 EVTOL出租车 这款两座位的飞行器也获得了无人驾驶的飞行许可 Ehan已经建立了一个规模化生产这种飞行器的工厂 并希望在年底之前开始进行观光飞行 他还与合飞市政府签署了一项价值1亿美元的协议 将使用100架这种飞行器提供旅游飞行和其他服务 美国盟友哥伦比亚转向中国 金融时报 中国和哥伦比亚将其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古斯塔沃 佩特罗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这一举动标志着哥伦比亚向北京的转变 远离其与美国的历史纽带 中国一直在寻求与南美的更紧密联系 而在哥伦比亚获得立足点尤为吸引 哥伦比亚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拥有通往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通道 两国同意达成各种合作协议 包括增加牛肉和藜麦对华出口 并在科学、技术和绿色能源方面进行合作 克里姆林宫表示 普京监督了俄罗斯核力量的演习 彭博社 俄罗斯进行了战略核力量的演习 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这些演习发生在乌克兰持续冲突之际 俄罗斯此前曾暗示 可能在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 这些演习也与俄罗斯决定撤销 对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同时进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的简报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国际新闻 首先 沙特阿拉伯将强制要求国际公司 在2024年1月之前将地区总部牵制利亚德 这一举措旨在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并实现经济多元化 沙特阿拉伯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此举将影响到许多外国公司 因为他们经常将阿联酋作为在该地区运营的据点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银行业的表现 德意志银行 桑坦德银行和联合信贷银行 报告了强劲的第三季度业绩 这要归功于利率上升带来的利润增加 这些银行预计今年将实现7年来最高的年度收入 并计划在未来两年增加股息和股份回购 不过 我们也要关注西班牙对银行和能源公司征收的暴利税 以及意大利银行在2024年之前设立储备基金的决定 此外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班尼斯已抵达华盛顿 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双边会晤 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网络安全和关键矿产任务组等合作项目 这次会晤是在阿尔班尼斯下个月访问中国之前举行的 因此 我们可以预见美澳领导人会讨论有关中国和地区安全问题 在科技方面 中国批准了世界上第一架飞行出租车的上路 Ehan的EH-216S获得了型号证书 并且已经获得无人驾驶的飞行许可 这款飞行器将在年底之前进行观光飞行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科技突破 将为旅游业和交通业带来新的可能性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关系 哥伦比亚与中国将其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这标志着哥伦比亚正在转向北京 远离与美国的历史联系 中国一直在寻求与南美的更紧密联系 而哥伦比亚作为美国的盟友 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地理和战略价值 两国同意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 包括增加对华出口和在科学 技术和绿色能源方面合作 在国际局势方面 俄罗斯进行了战略和力量的演习 这在乌克兰持续冲突的背景下引起了关注 这些演习发生在俄罗斯决定撤销对全面禁止合试验条约的批准之际 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 总结来说 这些新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动态的快照 从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多元化到中国的科技突破 再到国际关系的变化 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 我期待听到您的想法和看法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